克蘭師的工藝大使最暖的奶爸 修傑凱 歡迎收 所以我們麻煩現在出舞台 讓大家可以捕捉一下畫面 延續去年的愛小孩工藝行動 今年克蘭師一樣邀請到的 演藝圈最愛孩子的No.1 暖爸修傑凱擔任活動嘉賓 今年會帶來怎樣的驚喜分享呢 麻煩右邊也會揮手 小愛心 大愛心 臉頰愛心 怎麼可以送給大家 超級可愛 好 請問兩島邊需要畫面捕捉 正前方 謝謝 好 非常謝謝大家捕捉了很多有愛的畫面 我們稍後也會有時間讓各位繼續捕捉畫面好嗎 謝謝大家 我們最後三秒鐘 三 二 一 謝謝 邀請工作人員可以遞上麥克風 謝謝 哈囉 最強暖爸修 趕快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 現場的美女朋友 各位嘉賓大家好 我是薛姓 是 今天 克蘭師很開心耶 因為是第二年原班人嘛 是 我們又在這裡 星光三月的南希 再度跟大家見面 一起宣導這個克蘭師愛小孩的行動 因為你看 你就是實至名歸嘛 為什麼 第二年一樣是要找你 等一圈等你這樣 這是第二年要找我的 對不對 然後就是大家先來聊一下最近的近況 因為我知道奶爸 暖爸最近很忙 對 暑假到了 對 我覺得在場有很多辦法應該也很困擾 是 對 但是我覺得暑假是一個很棒的小朋友的假期 所以幫他們安排很多事情 然後最重要是可以陪伴他們一起去 不管是去玩 去學習 去做任何事情 我覺得都是很棒的 嗯 今年暑假有沒有想法要做一些怎樣的計畫 盡可能把他們的時間全部排慢 盡可能 這個是所有爸媽的心事對不對 對對對 兩個月你要怎麼排慢 我已經在想辦法 對對對 因為大家應該都有關注 就收之前的Instagram啊 光是一個廉價四天 對 他第一天的上午就已經發IG說怎麼辦 我現在才度過一個上午 因為小孩就有研究起來 是去遊馳是不是 對對對 那怎麼辦 這兩個月你先講一下近況好了 最近的計畫是什麼 我最近嗎 你說我最近在忙什麼嗎 最近就真的都在忙小孩 就是陪伴小孩 然後陪著他們要放假的嘛 然後還有一些工作上 對 就是兩邊都同時在進行 對 這個近況啊 因為對收來說啊 除了工作以外 現在最忙的就是整個暑假 對 你看雖然像是來到營業中 稍微休息一下下 是 但是當爸爸這個身份 是一生都在營業中的 欸 對 對不對 你沒有一個休息的時刻 好像可以請假喔 怎麼請 這個暑假兩個月都是你的 你要好好的保管這小孩們 他們的行程 那我也想要問一下 因為身為爸爸 我們剛才講 這是一輩子的事情 對你來說 你覺得要怎麼樣 給小孩一個揮灑未來的空間 你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哇 我覺得這個很多層面 非常非常非常多層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 其實是從生活做起 是 生活可能食衣住行 那時我覺得食是最重要的 可能就是 從早餐開始午餐 然後每天都要把他們的營養均衡 然後讓他們可以 一整天可以活力滿 休有愛做菜嘛 從小又覺得說 是 做吃的一定要把全家人都餵的飽飽 對 所以就是後回來我們康蘭師的主題 為什麼我們要去做到春餐 認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吃飽穿暖 這個是應該是解釋 對對對 基本要去做到的事情 是 但是世界上還有很多的小朋友們 是需要我們去關懷的 這個身為爸媽 我們也是應該要把這樣子的信念 也要傳遞給小朋友們 對我覺得這個是 希望可以 更多人可以享受這次的活動 然後可以讓更多小朋友得到 就是吃飽這件事情 是基本可以他們得到的事情 是 然後因為吃飽了 他們有更多的精力 他們有更多的精神 可以去創造更多的胃膀 好 那吃飽飽之後呢 還有哪一些重點 關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我自己啊 我自己我覺得 從吃飽很重要 然後再來可能是運動 對 我很喜歡帶小朋友去戶外運動 是 對 不管他們想不想 你的戶外運動都很Hardcore 對我剛剛他們去參加小小鐵人 小小鐵人 因為各位 龍生龍 鳳生鳳 大鐵人的小朋友是小鐵人 對 你還有帶他們參加比賽 我帶他們參加比賽 第一次參加 對然後他們去滑雪 帶他們去嘗試各種 不一樣的運動 對我覺得那很重要 是因為可以跟大自然的接觸 然後真的專心去做好一個 運動加精神這件事情 然後要去玩賽 要去參與訓練 所有事情都是要按部就班的去 達到自己最好的成績 對 體魄 強健的體魄非常重要 對 然後也要消耗掉小朋友過旺盛的精力 沒錯 這是最重要的 對父母來說 消耗完精力以後 一切都好解釋 是是是是 那這兩點做到底外呢 還有沒有你自己會非常在乎的 我也很在乎其實是有品質的陪伴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是心理整面 對所以要從小從家庭教育可能品格教育就很重要 沒錯 對就是所有東西都要從對的開始 然後去教他們很多很多規則跟規矩 嗯 你有講到重點 不是說把他們餵飽了 是 穿暖了 這個我們剛才有講 他應該是最基本的沒錯 但是最主要是你的陪伴 對 那大家其實在他的instagram上面就可以看到 他陪伴的非常多 沒有那其實一半也像是抱怨 但抱怨也都是有概念 對其實是甜蜜的突然 小朋友是可以感受得到你的心意 對 所以這一點是所有身為人 父母的也都需要去注意到的事情 好那剛才秀就跟我們分享了 一定要吃飽 一定要有強健的體物 嗯 還有要有把自己的性格跟品性都要端正 對 以及要做到消耗很多的力 那麼現在呢 我要再度的跟大家重申一下 因為這一次我們最主要的主題 其實希望可以讓小朋友可以討會他們的未來 對 聽說已經造成轟動了 這邊 對 7月1號放暑假當天 所有的小朋友蜂擁而上 是 全部都來抱抱 這邊到時候也呼籲一下 對抱抱來說 也是一個很好放風小孩的 可以剛好放一下 然後小朋友畫畫 對 那最佳暖霸 其實你在家裡也已經先畫好了一幅畫作 要來提供給大家 讓大家欣賞一下 對嗎 對 我們也請工作人員可以幫忙遞上這幅畫作 我真的很害羞 現在大家知道你很會做冰箱料理 以外 還很會畫畫 我們正式把這個畫畫完成之前 可不可以先介紹一下你的畫作 好 來 這樣子可以嗎 對 因為那時候得到這樣的任務的時候 就是 可能就是 陪伴小孩 要怎樣的陪伴 陪他們做什麼事情 那這三樣 都是我 很常在家裡陪他們做的事情 早上起來做早餐給他們吃 跟他們一起 享用早餐 然後可能下午的時間 他們去運動 騎腳踏車 然後睡前一定要閱讀 我覺得閱讀是很重要的 沒錯 對 就是親子功夫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 一家的日程 對 一整天的行程 就這樣子呈現給大家看 而且各位這真的是修自己畫的喔 真的 他在家裡已經先把這個底稿完成 但現場要著色完畢給大家看 最後還會有親密的親密 對 現在還剩這一小塊 好 你現在可以一邊把它完成 一邊著色 然後我們來拷問一下 你的營養均衡是做哪一些料理好嗎 這樣 好 我們在這邊 就說了 一日之機在日程 早餐非常的重要 你會好好的準備 早餐 水果當然是不可吃的 我們在這邊也再度的幫大家recap一下 這一次克蘭師愛小孩行動 從7月1號到7月31號 所謂的消費者 無論是在克蘭師的官網 或者是克蘭師的專櫃 以及MOMO的旗艦店 第一筆的消費 無限所謂的金額 也不需要另外的捐款 都可以和克蘭師一起愛小孩 一起響應捐攤的活動 並且消費者呢 都可以獲得一個2023年度的 地支寶寶 這也就證實了 克蘭師已經為您捐出了7份餐點 幫助世界上 也需要及需幫助的小朋友們 好 請修看一下鏡頭 好 請修看一下鏡頭 在影音圈裡面又會做菜 又會當鐵人 品酒 然後還會繪畫 好 還要把兩個月暑假時間填滿 真的是非修莫屬 修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當初想的是一個杯子蛋糕 喔 所以還是要有一些小甜點 對對對 我想的是杯子蛋糕 是 均衡一下 希望看得出來 等一下著色完畢 大家一定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同時呢 在7月1號開始 大家在旁邊也可以看到 我們有一個技術版 也就是在台灣的克蘭師 Instagram上面 官方的Instagram 只要有任何一位新加入的朋友 新的Follower 克蘭師就會為您捐贈出 五元的送愛基金 可以和克蘭師一起來送到天鄉 歡迎所有的朋友們 都可以一起響應 這麼美好的活動 好 這邊來爆料一下 其實修原本呢 他的原稿 是想要做Sausage 香腸 結果後來想一想 因為為了要均衡 馬上把他改成小黃瓜 對 這個原稿的故事 也交給大家了吧 那修你每天真的會去花腦筋 想說今天要做些什麼不一樣的早餐對不對 對 我會先問小朋友想吃什麼 先問小朋友想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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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們家真的是私處的待遇 對 每天早上還要先想一下菜單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會親密 所以有時候會需要問他們 然後有時候家庭跟他們一起做早餐 喔 這也就是陪伴 對不對 對 然後也讓小朋友知道自己動手的樂趣 沒錯 好 謝謝 好 好 這是一個可愛的肚子 所以現在也都還會晚上念床前的故事嗎 他們現在自己會看 喔 對 所以他們都會自己看 因為六歲跟八歲的年紀 對 爸爸會不會有一點點失落 不會 完全不會 他們好容易有時間了是不是 好 等一下也要請教一下修 我把這一幅畫作 one and only 完成之後 請問是會放在我們這一次的公益快閃店 當作鎮店之寶嗎 好 現在已經完成了修的畫作 那我們也請修可以簽名的筆 可以幫我拿給修 我們稍後數三二一 讓修可以簽下這一幅 完美的畫作好嗎 三 一 好 好 我們簽名的時候 可以讓現場 你所有的美的他們捕捉一下畫面 三 二 一 請簽名 我們也正式宣告 愛小孩行動正式開始 非常可愛的畫作 畫作呢 是想要留在這裡當作鎮店之寶的 但我們剛才有提到嘛 因為七月一號開始 只要你是新加入的Follower Follow了克蘭斯台灣的Instagram的話 會有這個機會 可以抽中這一幅畫作 從鎮店之寶 變成你的傳家寶好嗎 請大家可以告訴你周遭的親朋好友 七月一號開始 到七月三十一號為止 朋友們都可以加入 克蘭斯台灣的Instagram 好 看上正前方 好 看上正前方 好 看上正前方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也再度歡迎 克蘭斯的總經理Cathy上台 我們由秀來製贈這一幅 唯一的畫作親筆簽名 對方給克蘭斯 來 這邊先到這邊 OK 好 看上正前方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非常謝謝Cathy 那當然 克蘭斯也是禮上完來 我們也準備好了 2023年度 好 不好意思 來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 2023年度的可以吃寶寶 也由克蘭斯為贈給收 那我們請先看向左方前面的攝影機好嗎 好 麻煩兩位的視線再回到中間 謝謝 以及右方的攝影機 麻煩兩位 我們希望把這樣的良善啊 愛的正向循環 好 這邊這邊 來 三二一 好 兩位麻煩 不好意思 左方這邊好像還有一個 自己的表示嗎 好 好 歡迎大家 麗麟克蘭斯七月愛小孩公益行動 公益快閃電的開幕記者會 我是主持人Ruby 劉心如 很榮幸可以再度的主持 克蘭斯的公益的活動 大家都已經非常熟知 克蘭斯這個品牌 它是成立於1954年 那到現在也已經將近70年的時間 一直以來都是希望能夠提供給我們的 下一代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而做到了非常多的努力 而大家只要一提到克蘭斯 就會馬上想到他的主軸就是熱愛自然 以及還有要關懷人群 所以她不斷的投身在公益當中 並且把剛才的這些理念 也都化身到她的品牌理念當中 演示官的總經理Kathy 和大家見面說幾句話 歡迎Kathy 歡迎 哈囉謝謝Ruby 各位貴賓午安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在這個星期一 然後大太陽之獎 來參與克蘭斯 我們一年一度 其實六月份或七月份的一個 愛小孩公益樂的活動 那今天你們大概可以看到 我們這次的主題呢 其實叫做彩繪同益樂 也就是我們希望其實呢 藉由這個概念讓大家一起來參與呢 小孩子的教育的活動 那去年我記得我們是六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在疫情的時候 謝謝大家的參與 所以讓這個活動呢 其實得到非常多的回憶 所以我非常開心 在今年呢 其實疫情已經過去了 所以也希望藉由這次的活動呢 再號召更多的人 來一起跟我們參與這項活動 那剛剛Ruby其實有提到 克蘭斯其實我們的DNA 其實是社會企業責任 那其中小孩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小孩就是我們的未來 我相信在座如果是父母親都會知道 我們的未來對小孩有多重要 然後小孩又怎樣創造我們的未來 所以Feed這個活動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開始已經十二年了 我不斷地在這個偏鄉的地區 還有就是一些第三世界的國家捐餐 希望藉由這個方式讓小孩可以得到教育 因為我們相信教育才是改變小孩 未來最好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呢 這個使命我們不斷地在持續 那希望藉由這個活動呢 每年一年一度 希望藉由這個活動 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參與 那今年呢 我們其實也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去年呢 其實在這個場地 同樣一個地方 我們請了修傑凱 這個暖心的奶爸 跟我們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 而今年呢 我們將延續他的合作 我們希望藉由他的人氣和他的形象呢 其實把這個活動呢 號召得有更多的人一起參與 把這樣的善心 這樣的善念 這樣的善意 其實有更多人可以跟我們一起回歷 讓我們一起創造小孩 我們未來更好的未來 因為這樣子 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更好的明天 然後還可以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 這是看案師的一個使命 那接下來呢 我在這邊 就不再多說 我待會把這個 介紹的事情 交給Ruby 那我在這邊再一次謝謝大家 你們今天的參與 然後看案師 非常感謝大家的熱情參與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最暖心的大家 John Cathy 謝謝 美